我爱雨球 她爱雨球很开心 Badminton is my life My passion is playing badminton 给他们 get ready for他们等下的训练 如果说没有热身的话 比较容易受伤 当你热身好了 我叫你去做 叫你去跑 叫你去跳 做沙球 然后去上网 更加快地让学生进入那个 训练时的状态 今天我们都是会focus在 他们的脚步 杀球然后去上网 当你会了脚步 这样每一个球 你都可以追得到 你要杀球 你一定要脚步到位 你才可以杀球 如果说脚步不到位的话 你肯定杀不了球 因为我们杀球了 对手回来的防守球 一般都是在往前球 我们就是杀球上网 给对手制造那个威胁 基本的挥派 然后还有后面的高远球 然后走一些脚步 我这个academy 如果学生来 他们的discipline是很重要 因为如果他们discipline有 他们将来去到哪里 他们都是会有这个几率 要有耐心 我觉得耐心很重要 小时候的习惯会影响到 他们以后怎样打球 要从他们小时候的开始 就要改 要改到他们队 把东西做到最完美 每一个动作把他不会的 慢慢去调 慢慢去调 赢也好 赢球也好 输球也好 念球也好 都有一个比较谦虚的态度 如果说比较骄傲的话 我们是会慢慢去灌输他们 其实这样子是不对的 你在原地 你先跳 跳十次先 跳了十次 你再准备八个脚 十五次 你要给他杀球现在是 不要说到后面 现在不是说打蛋打 打蛋打我们要给他到后面 现在你要学顶杀球 跌他前面一点 不要停 顶弯过去 下 你要顶球你回这里 你不要回回来这里 你中间去比较好一点 右脚嘛 右脚准备去顶 顶然后再杀 你要顶球的时候记得回中间 非常是最难的东西嘛 你打下去我可能都记得到 可是你这手一杀下去 肯定是死了嘛 当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学生 从一个零基础 到他们可以掌握 打球技巧 这个是我们做教练 看到的时候是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看这学生从 可能小小排步会 然后到后面开始慢慢 能打到球碰到球 就会有成就感 我喜欢打鱼球 我爱打鱼毛球 我的爱好是打鱼球 我不喜欢玩gap 我只喜欢打鱼毛球 鱼球是最好的运动 我喜欢在这里训练 我的梦想是代表国家 我爱的 badminton 我爱的 badmint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